今天下午要談末世方舟 那這兩篇道理 其實它有相對應的地方 末世方舟也是在強調獨一真神的觀念 獨一教會的觀念 那早上我們有很多講到好幾個點 第一點我們談到要靠聖靈的啟示 第二點我們談要傳全輩的福音 第三點我們談要高舉神的名 第四點我們談要符合聖經的預言 那末世方舟也是一個預言 預言將來在末後的日子 會出現末世的得救方舟 也就是真耶穌教會 那我們就來查考用方舟的預表 來瞭解末世的真教會 我們先來看創世紀第六章 創世紀第六章 第一節 當人在世上多起來又生女兒的時候 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 就隨意挑選取來為妻 耶和華說 人既屬乎血氣 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裡面 然而他的日子還可到一百二十年 看過第五節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 中日所想的竟都是惡 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憂傷 看過來第十三節 神就對挪雅說 凡有血氣的 他的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 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 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 你要用割培木造一支方舟 分一間一間的造 裡外抹上鬆香 方舟的造法乃是這樣 要長三百走 寬五十走 高三十走 方舟上邊 要流透光處 高一走 方舟的門要開在旁邊 方舟要分上 中下三層 阿們 看二十二節 挪雅就這樣行 凡神所吩咐的 他都照樣行了 阿們 這段經節是 神要用大水來毀滅當時罪惡的世代 因此 神就吩咐 挪雅 造了一支方舟 來躲避 將來神要來的這個毀滅 神為什麼要毀滅當時的世代 神不是慈愛的神嗎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呢 我們從第五節這邊就可以知道 因為人在地上罪惡很大 終日所想的 盡都是惡 這表示說在當時的人類 已經 罪惡灌滿 已經 找不到 幾個 真的是合神心意的人 而且在我們剛剛第六章的第二節的地方 這邊又特別強調一件神所證悟的事情 神的兒子們看到人的女子美貌 就隨意挑選 娶來為妻 神的兒子們 是指著誰呢 是指著當時敬拜神的後裔 就是塞特的後裔 那人的女子呢 是指著當時的該隱的後裔 當然 有可能是塞特的女兒嫁給該隱的後裔 反正就是通婚的意思 一個沒有敬拜神的一個後裔 跟有一個敬拜神的後裔 這兩個團 這兩個不同的一種屬性的人 結合在一起的結果呢 當然就是 信仰變成不能不樂 甚至對神也沒有專一 因此人 的子孫所生下來的 一代就不如一代 一代不如一代 最後呢 大家都去敬拜這個世界上的神 跟這個世界上妥協了 所以這邊讓我們知道 當時的世代很罪惡 當然這邊 也是在跟我們提醒 我們是一個敬拜神的 神的兒子 我們必須要守住我們的身份 我們不可以親意的 跟沒有敬拜神的這些異性來交往 甚至 也不要跟他們同婚 因為這是神所證悟的 當時神所證悟的就是這件事情 因為神的兒子們已經漸漸遠離神了 這個從婚姻這件事情 就可以知道 甚至呢 他們隨意挑選 隨意挑選 就是代表 他們放縱 肉體的一個情欲 就是 喜歡就在一起 不喜歡就分開 那所以造成了 當時是一個 淫亂的一個世代 因為既然是隨意挑選 就是說我今天喜歡你 我就跟你在一起 不喜歡我就把你撇棄 我再另外找其他的人 所以當時的世代 已經到了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 挪雅的 時代 實在是很罪惡 那挪雅的時代也是 預表著 我們 莫後的這個時代 我們看一下馬太福音的24章37節 馬太福音的 24章 37節 挪雅的日子 怎樣 人子降臨也要怎樣 這邊告訴我們 就是神用挪雅的日子在告訴我們 將來 他要來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 那當時的罪惡 滿雲 那我們現在也是一樣 而且我們現在的時代 不比 挪雅時代 來得清 而且是更加罪惡 最近小弟 比較有在網路上 去查一些社會新聞 甚至一些世界的局勢 突然間 聽到 有人 在談到 有關 美國的一個 罪惡的情形 當 他們談到說 美國 其實有很多的所謂同性戀團體 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們有很多 變性戀的團體 而且他們有 很多多信念的團體 就是說 這些 罪惡的團體 已經 在 這個 這個 美國這個地方 已經延伸出來 當然不只美國 還有很多 很多國家都有 就讓我們知道說 這個世界已經是 非常 嚴重的 敗壞 甚至我們台灣 有人做過調查 有 90%以上的 未婚的青年 不分男女 大部分 都一樣 90%的男女 未婚以前 都有過性行為 這種情形 讓我們發現 如果我們基督徒 真的去跟 外邦的 異性交往的話 然後娶了他 難道我們 真的 可以 聖結嗎 這個也是 我們要非常 去謹慎的事情 因為在這個環境裡面 不是那麼的 純樸了 我們可能 結婚的對象 或是認識的對象 他不曉得交過 幾十個 甚至幾百個 異性朋友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很謹慎 我們 身體 不要隨便 把它 占污掉 那 甚至 有一個傳道 他在寫作文的時候 他在高中 寫作文的時候 他說 他希望他能夠跟他的 喜歡的對象 然後保持聖結 直到 教會裡面 舉行 婚禮 結果呢 這樣的一個 作文 給老師看到 讓老師 提笑皆非 我想說 這什麼時代了 還有這樣的觀念 而且老師 也把它公佈給學生看 學生同學 看了之後 大家也笑翻天了 說現在這什麼時代了 還有像你這麼保守的 其實我們基督徒 就是要 出污泥 而不來 越是罪惡的環境 我們越是要謹慎我們自己 那小弟 也曾經看過我們 教會的信徒 未婚青年的一個 青年部 發現其實 我們 教會的青年 嫁娶組內 跟嫁娶 未信的 大概是 3比1 就說1比3 嫁娶組內的 大概是一對 嫁娶外邦的 大概有3對 所以這比例 非常可怕 不是我們 像我們之前 總會發布出來 說2個 姓組的結婚 然後1個 嫁娶外邦 不是喔 是 大概都是 轉過來的 就是說 3個 大概是 嫁娶不姓的 1個是嫁娶組內的 所以這種比例 讓我們知道 在這種環境裡面 我們要守到 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真的是 像剛剛我們在 這個 《創世紀第6章》裡面 所講的 神的兒子 看到人的女子美貌 就隨意挑選 取來為妻 因為我們看到 很多的 父母親 不是同一個 信仰的 一個 家庭 最後孩子 衍生的 就是一個 他的信仰 是不 做專一的 因為他 有時候 在教會 就聽媽媽的 回去 就是聽爸爸的 反正 兩個信仰 參雜在一起之後 就是 信什麼都沒關係 就是變成說 即使來教會 他也只是應付應付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很警惕的事情 也需要我們家長 大家都共同去關心 我們兒女的婚姻 所以神要毀滅當時的世代 就叫 挪雅造了方舟 那 現在呢 神 也 要毀滅 我們現在這個世代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的世代 實在是 太罪惡了 所以 必須要興起 一個 末世的方舟 那這個末世的方舟 就是有聖靈同在的教會 有神同 有聖靈同在 就是代表神 與我們同在 那這個教會 必須要有真理 要有 聖靈 然後要有神機 雅各書的 五章七節 我們看一下雅各 雅各 雅各書五章 雅各書五章 七節 到第八節 弟兄們 你們要忍耐 直到主來看 農夫忍耐等候地理寶貴的出產 直到得了 秋雨春雨 你們也當忍耐 兼顧你們的心 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 這段經節 雅各長老跟我們勉勵 說 主來的日子近了 主來的日子會有什麼事情呢 就是有秋雨跟春雨 那這個秋雨呢 就是在使徒時代 五旬節 聖靈大將的時候 已經出現過了 因為在從主耶穌來的時候 就已經稱為末世了 那在主耶穌要在 最後要再來一次 就是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在之前會出現春雨 這個春雨 就是代表幕後 的真教會 聖靈同在的教會 我想我們如果有查過資料 我們在聖靈月刊裡面 也有這個資料 就是說從1900年 就是20世紀開始 晚雨的聖靈 一開始降下來的時候 不是降在中國大陸 是降在美國 那降下來之後 很多人聚會的時候 就得到了聖靈 有的人是禱告的時候 得到聖靈 當時降下來的聖靈 還算純正 所以很多人 都被聖靈 得到聖靈之後 就 就將福音廣傳 甚至有人是從國外 來到美國這個地方 來求聖靈 結果求到之後 就傳到外國去 又帶回去他們的國家 雖然 這波靈恩運動 又稱為五旬節的靈恩運動 那時候轟轟烈烈 全世界都知道 甚至也將這個靈恩帶到了中國 但是 我們現在發現 現在 當真耶穌教會 在1917年成立之後 我們由聖靈 親自 提示 我們的早期工人 魏保羅 教導我們正確的真理之後 我們沒有發現 有另外一間教會 他們所守的真理 是跟我們一樣的 那 他們雖然得到聖靈 但是 據了解 也據可靠的消息 就是 他們 後來 是 沒有 沒有 順從聖靈的意思 他們拒絕在教會裡面 公開的用方言 祷告 他們認為這樣的祷告 就是 失去的秩序 其實 這個是 因為他們 對聖經 沒有了解 雖然 得到聖靈 但是 他們 沒有 順從聖靈的旨意 甚至在教會裡面 也是 就是 用 世俗的崇拜方式 在敬拜神 所以我們現在發現 那些五旬節系統的 那一些基督教派 他們 現在 雖然還有人 堅稱他有聖靈 而且跟我們的 祷告 一模一樣 小弟就遇過 跟我們祷告一模一樣 然後 說阿門 他也阿門 舌音也都一樣 小弟跟 就是跟他一起 祷告過 所以小弟發現說 這個到底是什麼 分辨 他是真的 還是假的 當然我們不否定 他的 在他身上的靈 我們不去 褻瀆聖靈 但是呢 跟他談起道理之後 才發現 你怎麼跟我們的 教會的 五大教育的觀念 差這麼多 他們也不守 安心 然後 然後 他們也不 不堅持 獨一真神 他們還是 以三位一體 為他們的一個 他們的主軸 然後 他們 也沒有接受 合法的 赦罪洗禮 他們認為說 這個洗禮只是一個形式而已 所以 到最後 發現 你 我跟 你的真理 我跟你的 是在真理上 是聊不來的 我沒有辦法說服你 你也 不願意接受 那這個 我們就 就 必須要把這個靈 打一個問號 打一個問號 因為現在有很多基督教派 他們為了 強調方言 他們的牧師 親自教導他們 怎麼求聖靈 而且用 騎 用這個教導的 所謂教導就是說 你用裝的 你自己 學習用舌頭 讓他 跳動 跳動 然後他就可以 像起來 就像方言 這樣子 所以很多的基督教派 其實他們是用 學來的 學那種舌頭 跳動的音 並不是真正的聖靈 所以這個我們 必須要懂得去分辨 聖經上的教我們 一切的靈不可以都信 所以 我們 由此 可以證實 雖然 當時的靈恩 運動降下來 但是 神 並沒有 繼續跟他們 同在 反而是 在東方 中國 來興起的 真耶穌教會 那 所以呢 那些神的兒子們 從我們剛剛所讀的這段聖經裡面 我們突然間可以感受到 他們就好像 這一些 基督教派 一樣 雖然神的靈 有 浇灌在他們的身上 他們也曾經 一時得過聖靈 但是因為他們不願意 順從聖靈的帶領 所以 他們現在 他們守的道理 都跟聖經是 背道 而此 甚至有的 靈恩派 在祷告的時候 也跟我們差不多 但是呢 有一次我們教會的弟兄 悟走了教會 他本來是要去找真耶穌教會 結果走錯間了 走到那間教會去 結果也到前面去跟人家 接受他們的 牧師按手 那個牧師呢 按到了每一個 他們的信徒 這個信徒就 往後倒下去 然後在地上 顫抖 甚至口吐白沫 然後 當這個牧師按手 按到這個弟兄的時候 變成牧師 倒下去 在後面 顫抖 然後就有人過來問說 你 你是 什麼地方來的 你是什麼教的 他就說 我是真耶穌教會的 我來聚會的 他說真耶穌教會在隔壁 不是在我們這間 原來是走錯間了 所以可以我們知道說 很多靈 在碰到聖靈的時候 他就倒了 因為他不是聖靈 所以這個必須 我們要去了解的 所以一些基督教派 就好像神的兒女一樣 他們知道敬拜神 卻不來遵行神的道理 小弟在做一個見證 有一個姐妹 他都喜歡到 一般的基督教派 去 聽道理 因為他認為 他們的牧師 講道理 很生動 很活潑 甚至他們有小組聚會 大家都很有互動 然後他也 會鼓勵 教會的兄姐 跟他一起去參加 後來 傳道跟他勸見 說不可以這樣子 你是真耶穌教會的信徒 你就是要專心在這邊聚會 不可以再到其他教會去 他就講不聽 後來有一天 他就做了一個夢 夢到說 這個 他所去的教會 跟 就是世界末日來了 全世界的 這個 房子都被燒了 包括他 他所去過的那幾間 其他的教派的 教會也燒了 然後他就很緊張啊 不知道要躲去哪裡 突然間就看到這個山上 有一盞亮光 有一間 小屋在上面 沒有被火燒 然後就趕快 往山上 跑 一直跑 一直跑 終於跑到了 他跑到的時候 他就看到這個 山上的那間屋子 上面寫的五個字 真耶穌教會 哇 他很高興說 我也是真耶穌教會的 我也是真耶穌教會的 他想說 敲敲門 趕快進去 結果他怎麼敲啊 沒有人給他開門 敲到那筋皮力捲了 幾乎快要暈倒 快要沒有力氣了 就躺在地上了 結果呢 就有一個聲音跟他說 只給你一分鐘 只給你一分鐘 連續講了兩次 然後呢 他聽到一分鐘之後就趕快醒過來 然後趕快將這個門打開 然後趕快進去 這個時候門就可以進去了 但是一分鐘後就關起來了 所以 從這個 讓這個姐妹知道說 原來 這是神在提醒 我們必須要辨別哪一間教會 是真正屬神的教會 不是 一切靈真的不要都信 所以 這也是給我們一個提醒 我們要知道 我們今天在 末世的方舟裡面 我們 是完全 遵照 聖經 真理的教會 我們就不可以 輕易 再到其他的教會去 那我們現在用一段時間 來思考 這個 羅雅方舟 他的 預表 到底是 給我們什麼樣的 教訓 我們 分成 12 12點 來看 12點 第1點 在世界要毀滅以前 建設的 我們知道 羅雅方舟 那個時候是 神 吩咐 要造方舟 那 當時 也是 神 要毀滅 已經決定要毀滅世界了 才請 羅雅 造方舟 這表示說 是在毀滅以前 來建造的 所以呢 我們這間 末世的方舟 也就是 真耶穌教會 也必定是在神 要毀滅這個世界 以前 建議的 我們看到現今的這個環境 說真的 有 我相信大家都心裡有個感受 就是說 這個末日真的快進 不管是 這個 森林 大火 不管是 天氣的 氣候的 異常 甚至 地震 甚至缺水 洪水 暴漲 洪水 泛濫 然後 還有一些 天災 人禍 包括我們 最近 瘟疫 本來台灣還想說 很平安 很穩妥 哪知道 疫情 嚴重之後 我們必須 都要把自己 關在家裡面 這個是我們 之前 料想不及的 想說我們的 這個 超前部署 應該做得很好 但是 事情 還是遇到了 當我們遇到的時候 我們才會去思考到說 真的 災難 真的都在 我們的 周圍 那 也讓我們看到 世界的局勢 國跟國之間 好像似乎隨時要打仗 隨時在南海 甚至台海 甚至在 以色列 跟巴勒斯坦 現在 動起了刀兵 也死傷了 很慘重 所以 讓我們知道說 這個世界 真的剩下 不多的 時間了 我們 必須要 非常謹慎 我們自己 讓我們 自己 在這個 末後的時刻裡面 提早 做好準備 不要在 這個 這個 毀滅的大火 到了時候 我們沒有 做好準備 沒有進入 這間 屬林的 末世方中 我們很可能 就真的要被 大火 所滅 我們說 第二點 方舟是 照著神 所指示的方法 去建造 我們看一下 《創世紀》的 六章十四節 到二十二節 這邊 那 這邊 都有 他的一個 規定的 尺寸 那 挪雅 也照著 神 所規定 他的 去造 因此 這個方舟 一定要造成的 方式 去造 他說 長要三百種 寬要五十種 高要三十種 而且 這個裏面還要分 一間一間的造 挪雅 他都照著 神的吩咐去造 這是在 跟我們 預表什麼呢 預表 就是說 這間 真教會 必須要完全遵照 聖經的指示 去做 才可以得救 如果挪雅 他偷工 減量 少了一項 這間方舟 可能就會 沉下去 我們一樣再看一下 這個使徒行傳的二章二十節 我們早上有翻到 很多東西 我們可以 做一個對證 早上有的 然後也知道 原來方舟 早就有給我們提醒 以福所述的 二章 二章二十節 並且被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各方靠他聯絡的合適 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二十節 你們也靠他同輩建造成為神 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這個地方 特別跟我們強調 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所以 不是只有 單獨去談新約 我們也要談舊約 先知代表著舊約 使徒代表著新約 整本聖經 都是神的話語 它是連貫起來的 包括我們今天看的 現在看的這個方舟 也是一個預表 這個預表就是將來 幕後的真教會 就是要這樣子 沒有照這樣子去做的話 那當然就是要被毀滅 所以要照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 就是他們的教訓上 聖經在舊約裡面 怎麼教訓我們 在新約裡面 怎麼教訓我們 我們就照這樣子做 而且有基督 就約書自己為仿角石 然後各仿聯絡的和事 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所以感謝神 我們早上有很充分的介紹 我們現在就不多說 我們只是讓各位了解 他的預表的意思是什麼 那第三 就是這支方舟只建造一支 我們就自己 回去看就好 六章的十四節 地方 那 神 並沒有吩咐 挪雅 造第二收方舟 如果根據統計 當時已經有人類經過 一千 多年的歷史 當時的 理論上 當時人類應該超過一千 到五百萬至一千萬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 神有沒有考慮過 這麼多的人口 只造了一支方舟 而且長才三百種 然後寬才五十種高才三十種 這麼小的方舟 不要 只要光是那些動物進來都 客滿了 哪還有人類可以居住的空間 所以 其實神 祂是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神 那神早就知道 因為這個就是神的一個 預知性 神早就從 創世的時候 已經看到 世界毀滅的那一天 神是一個 就是 貫穿整個 沒有什麼 就是貫穿整個 時間 就是說 我們不能用我們的想像 去了解 神 祂現在存在 祂未來也存在 祂起初存在 祂以後也存在 所以 神早就看到說 未來 這個 人類 頂多八個人 進去而已 雖然 傳警告也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 不聽 那這邊特別強調 就是 只造 只造一周 一支 那一支就是代表什麼 代表主耶穌的身體 教會是主耶穌的身體 那 我們早上也有翻到以弗所述的四章四節 再看一下 這邊特別強調有 七個 一 七個一 這邊說 身體只有一個 聖靈只有一個 蒙 蒙招同有一個 指望 一主 一信 一喜 一神 這邊 有談到一個 一 所以這個一都是在告訴我們什麼 末世方舟是獨一的 末世 真耶穌教會也是獨一的 所以要得拯救 只有進入這間獨一的末世方舟 才可以得救 第四 在六章十四節這邊有提到 就是 這個方舟只開一個門 這個門 原文是單數 表示得救的方法也只有一個 沒有 第二個 所以呢 找到的人 也非常的傻 看一下馬太福音七章十四節 馬太福音七章 十四節 十三節開始看 十三節 你們要進窄門 因為引到永生 那門是寬的 路是大的 進去的人 也多 引到永生 那門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到的人 也少 所以 這邊 也告訴我們 沒有 第二個門 那當然 這個 這條永生的道路 找到的人 也是 非常的 少 而且 又是非常的窄 非常的 小 是 不好進去的 這個意思是說 要進天國 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要努力進窄門 有人問主耶穌說 得救的人少嗎 主耶穌沒有跟他正面回答 主耶穌說 要努力進窄門 這個窄門 就是 不好走的意思 而且是 很坎坷的意思 沒有人說 要進天國 是輕輕鬆鬆 輕而易舉 就可以進去的 沒有努力 沒有付出 是沒有收穫的 那這邊談到的一個門 又讓我們聯想到一件事情 這個是 早上我們 沒有提到的 就是說 主耶穌說 我另外有羊 看一下 約翰福音的第10章 約翰福音第10章 看16節 16節 我另外有羊 不是這千里的 我必須領他們來 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 並且要合成一群 歸一個牧人了 這個地方告訴我們 神其實還有 一些不在正耶穌教會裡面 的一些羊 那我們 從正耶穌教會的歷史來看 其實 有很多 人來正耶穌教會查考道理 甚至信主的 幾乎都是 一般的基督教派 過來的 那傳統的宗教 佛教道教來信的 也不少 但是呢 這個 外教會 就是 其他的教派 來信的 比例也站得蠻高的 那 就是說 今天 因為 他們聽到了真正的得救的福音之後 他們 發現 他們所信的 並不是 純正的 真理 而且 他們所守的道理 也不是全輩的 他們也不是一間 得救的教會 所以 很多羊 會走 會跑到這個圈內裡面 然後呢 也只有一個門而已 這邊 所以 這個 所以神說另外有羊 我們 現在也不敢說 在我們現在的時代 是不是還有另外有羊 但是 我們相信 一些 有心要追求信仰的 這些基督教派 我相信 如果有機會 可以來我們 教會 查考真理 我們相信 你一定會有個意外的收穫 當然現在我們藉由網路的方式 其實是 很方便 很便捷 因為 網路沒有 國界 可以 你只要上網之後 有人願意點你 你就可以 從這個地方 將你的訊息 告知那個地方的人 所以 小弟發現 魔鬼 撒旦 雖然 把教會的門關起來了 但是呢 我們卻變成 每一個家庭 都是 神的教會 那在家庭聚會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 學習一個 家庭的一個祭壇 建立我們 親子之間的互動 信仰的互動 溝通 協調 那 藉著這個機會 也讓我們的福音廣傳 本來我們 這件書 台灣 這件書就在台灣這邊的 這個 線上直播的教會 並不多 但是因為這次的疫情 讓它 量大大的增加 包括我們五甲教會 也是 在最近 來設立的 設立這個直播的 這個 工具 所以 這樣的一個方式 要傳遍福音 並 不是很困難 因為小弟有聽到一個 見證 這次也是外國一個 傳道見證 他說 因為 我們一直 將我們的 教會的 訊息 網路上 所以 很多世界各國 從來沒有聽過 真耶穌教會 福音的 一些 外國人 包括回教國家的 包括基督教國家的 都有 都有人 已經有 有這個 看到我們真書教會的 網路訊息 主動跟我們 教會接洽 所以 福音要傳遍天下 有時候 是我們很難去想像的 當神要動工的時候 神可以 讓那一些屬於他的羊 在網路上看到我們 真耶穌教會 所傳的真理 讓他有這個意念 有這個動力 願意來親近 神 我相信 福音 要廣傳 並不是困難 因為照我們之前的 傳福音的方式 說真的 真的是有點像 老牛 然後拖車 甚至越傳 人數並沒有越多 因為還有離世的 進來的不多 離世的更多 那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需要 去了解 或許神有他 更美好的旨意 那第五點 就是 這個方舟的上面 有一個 透光的窗 這是在第六章的 十六節的地方 那這個窗戶呢 會有一個 光線進來 然後呢 他也會有 空氣進來 因為 方舟裡面 整個幾乎都是密閉式的 然後所有的動物都需要靠 這個透光的窗 能夠吸收陽光 甚至 能夠 這個有空氣進來 以免裡面的這個 空氣 非常 惡臭 因為都是動物 我們看一下一節聖經 哥羅西書三章 第一節 哥羅西書的三章 第一節 到第二節 所以 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 就當求在上面的事 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第二節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這個地方 告訴我們 我們要思念上面的事 上面 當然就是指著 天上 天上就是指著 主耶穌 所以 在方舟裡面的人 我們必須要 與神保持一個親密的關係 必須要有一個 靈修的生活 有 祷告的生活 因為空氣進來 這是一個屬靈的 空氣 屬靈的一個 呼吸 這個呼吸 在 祷告的 祷告就好像一個屬靈的呼吸 所以我們需要 有神的 這個 氧氣給我們 讓我們屬靈 可以成長 那我們也需要屬靈的 靈良 所以關在方舟裡面 說真的很辛苦 但是 一樣 必須要在這個地方 學習安靜 學習成長 學習認識神 所以我們今天 大家幾乎都關在家裡面 好像也是 關在方舟裡面 一樣 沒有辦法 到教會來做實體的聚會 所以我們 剛好可以借這個機會 好好做一個 靈修 讓我們 缺乏的地方 我們做補足 讓我們 祷告不足的地方 我們加強祷告 讓我們家庭裡面建立一個家庭的祭壇 然後借這個機會 引領我們家裡面的人來信主 借這個機會 能夠帶領我們的兒女 來認識神 我想這是我們 現階段應該 應該要去做的 既然進入方舟之後 我們真的是要 在靈性上加強 因為沒有加強我們的靈性 當遇到的逼迫 當遇到的患難 我們的信仰 不一定是站得住的 所以我們進來 進入了這個方舟 我們就要珍惜我們的身份 然後不要再出去了 然後第六點 就是這個 方舟是 經過洪水的洗禮才得救的 看一下 這個 彼得前書的三章二十一節 彼得前書 三章 二十一 二十一節 這水所表明的洗禮 現在 藉著 耶穌基督 復活 也拯救 你們 這洗禮本不在乎除掉肉體的污秽 只求在神面前有 無虧的良心 這個地方 特別跟我們強調 這些 如果再從二十節來看 就知道了 然後 這個就是 他是強調到 當時 進入方舟的人 然後這個時候又特別強調 誰所表明的 就是一個洗禮 所以 早上也跟我們談到了很多 然後 代表說今天 進入真教會 我們一定要接受 合法的 赦罪洗禮 赦罪洗禮 才能夠讓我們 跟神 沒有距離 還能夠恢復 我們 與 神的 這個父子的關係 所以 一間教會的洗禮 有沒有 合乎聖經的洗禮 這個是很 關鍵的 如果我們 雖然全身入水 但是呢 幫你 幫你施洗的人 他沒有聖靈 那這個施洗的動作 也是沒有 意義 也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們 要讓 我們的 原罪 被神 把我們 射掉 我們只有進入 真耶穌教會 我們才可以 叫我們原罪 射掉 我們才可以 面對面 來面對 神 因為我們有罪 我們就沒有辦法面對 神 當我們原罪 拿掉之後 我們就是 稱為 神的兒女 我們也可以 呼叫我們的父親為 阿爸父 我們看第七 第七就是 這個得救的人 只有一家 看一下彼得前書 三章二十節 彼得前書的 三章二十節 就是 那從前 在 挪雅 預備方舟 神 容忍 等待 的時候 不信仇的人 當時進入方舟 借著水 得救的不多 只有 八個人 雖然 當時有很多 神的兒子們 就是 敬拜神的 這些後裔 但是呢 到最後他們卻無法得救 沒有辦法進入方舟 只有 挪雅 一家八口得救 這也使我們 想到主耶穌所說的 被招得多 選上的少 所以 也讓我們知道 今天 我們有時候在傳福音 覺得很辛苦 而且怎麼傳都傳不來 其實有時候 也有神的一個預定 因為神 甚至也會預定 說 這個外邦人的數目 會滿足 就是說 這些 不是猶太人的 這些 這些外邦人 來信 有一天 會滿足 滿足之後 才有來拯救 這些 猶太人 那表示說 有一定的數量 不是說 我們奇怪 怎麼傳都傳不來 因為 時間快到了 神已經準備 將這個 救恩的門 關掉了 所以 怎麼傳都傳不進來 因為神想說 我的數目 已經快滿足了 然後 就是 等最後的幾個人進來之後 我這個門 就關掉了 所以 進去的人 本來就是 不多 本來就是不多 所以我們也不用 懊悔說 我怎麼那麼認真傳福音 神 怎麼都沒有幫助我 結果信的還是那麼少 甚至有時候是掛蛋 有時候我們 盡本分做 盡本分做 因為有時候 神的救恩 神的恩典 並不是我們 所可以去預料的 神要拯救誰 其實 神早就有計劃 但是 神交代給我們這個責任 就是要我們去付出 去實行 去傳 去傳扬 這個動作 我們有做嗎 其實 神就是借這個機會 讓我們 領取工資 給你有做工的機會 就是要 給我們領取工資 讓我們能夠為神 將 祂所交給我們的 這些 這個錢 不管是1000也好 2000也好 5000也好 我們都可以 再賺更多的錢 回來 交給神 當然有時候 沒有辦法賺到那麼多 也沒關係 神看的是 但是我們 是不是 願意去付出 如果我們不願意付出 我們就好像那個 領1000的一樣 將錢 埋在土裡面 不管他 所以這個是神 借這個機會 給我們做工的機會 讓我們 準備 將來領取 獎賞 但是如果我們是 懶惰到 像那個 100 領1000元的 那個 惡仆人一樣 那可能 不要說 獎賞 到最後 可能被丟在外面 哀哭切齒 這是我們必須要了解的 再來就是說 在方舟裡面 是一家人 代表什麼 代表 信徒 我們 都是 一家人 因為當時 因為當時進去的 有 挪雅夫妻 還有 散 含 雅佛 他們三對夫妻 總共有八個人 總共有八個人 那這八個人 剛好都是怎樣 都是一家人 所以這也是在 預表什麼 進入教會裡面 進入這個方舟 末世方舟裡面的人 我們都是一家人 所以 我們必須要發揮 一家人的這個愛心 這個關懷 因為將來的審判 這個愛心 是神審判的一個標準 從馬太福音的25章 31節到46節 這邊也告訴我們 將來審判的時候 那些 沒有愛心的 沒有憐憫心的 這些人 到時候都變成是 三養了 三養的結果就是 被神給丟棄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非常謹慎 我們要在 愛心裡面 更加的付出 不要想要得到別人的愛而已 我們自己 也要更付出的 去愛別人 這樣 才是 一家人的精神 我們看第八 這個造方舟的時候 是 真神 寬容的一個 期間 當在當時 神 還容忍不信從的人 能夠悔改 但是可惜的 才才 也才只有八個 我們看一下 彼得後書的三章九節 彼得後書三章九節 祖所應許的三位成就 有人以為他是擔言 其實不是擔言 乃是寬容你們 不願有一人沉淪 乃願人人都悔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神特別告訴我們 一件事情 神做事情 有他的計劃 然後我們常常覺得說 神啊 你不是說要來了嗎 2000年前 1900多年前 你說說要來 怎麼到現在還沒來 其實 神有 他的時候 他的時候還沒到 他的預言 還沒有完全成就 他還不能來 這些預言 很多都是 在我們現在 幕後這段時間 有可能去發生 有可能去應驗的 時間還沒到 神 還在寬容我們 在等待最後的一個機會 那這邊也告訴我們說 神 也藉這個機會 讓人能夠有悔改的機會 因為 如果說 神現在來了 請問我們 有人 很勇敢的說 神現在來我一定得救的 保證得救的 我相信 沒有人敢 這樣說 我們常常都是處在 一種軟弱之中 一時 剛強 但是 不久之後 又軟弱 這就是 我們的 人性 所以沒有一個人 敢說他是完全的 如果真的是完全 我相信 神也早就幫我們 找回去了 但是因為 神留我們在世上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都還沒有很完全 神 所以我們要藉著 還有 活著的機會 神還給我們有這口氣的機會 我們要好好的 去發揮 神交代 我們要去 做的一些工作 因為主來的日子 像賊 來到一樣 一下子之間 就來了 瞬間 就來了 神 神把 挪雅 他們關在荒舟的時候 也是不知不覺的 神就來了 洪水就來了 所以 一切沒有進入荒舟裡面的人 全部都死掉 所以我們不要想說 現在時間 還很多 好像主耶穌還沒有那麼快 其實我們看到 現今的世界局 是真的 要做好準備 不要等到主耶穌突然間來了 或是世界上 發生一個很重大的災害 包括地震也好 包括戰爭也好 甚至一些 所謂的一些 世界的一個 火山爆發 造成很多人的死傷 有時候 我們會覺得說 到那個時候 連要悔改 都可能 來不及了 所以我們要 趁著 現在 是神給我們寬容的機會 神給當時的人類有多久的時間 120年的時間 當神說要毀滅當時的世代 請挪雅去造方舟的時候 當時 之後 還有120年的時間 所以挪雅是一面傳遺道 然後一面造方舟 就是說 請那些人要悔改 來相信 神要毀滅這個世界 要讓他們 來悔改 究竟神 不要一直 往錯誤的路 去狂奔 但是呢 傳了120年的遺道 最後的結果 還是怎麼樣 還是只有他們 一家八口進去 所以 他們是 不配得救 但是我們不要 學習 那一些 這個是 很可惜的 那我們看第九點 這個 方舟的建造 它是四方形的 因為 方舟 方舟的這兩個字 就是 這是一個 方形的意思 稱為方舟 就是方形的意思 那我們 外面所看到的一些 我們用圖畫 把它畫出來的方舟 不管是 電影也好 動畫也好 甚至有人 在那個 雅拉拉山上面 拍攝的相片 看起來就像 一艘船 那個 不是 方舟 方舟 是 是 方 的 這個是 有聖經根據的 所以說 有人說 想要借著 拍攝雅拉拉山的 這個 所謂的 方舟 來證實 聖經 所講是 對的 其實 那個 根本 就不是 方舟 那 只可以說 在 當時 可能 還有其他的 船 但是也是做得很大一台 但是那不是方舟 我們必須要了解這個觀念 不要想說 你看到一艘很大的船 很像 很像方舟 但是 方舟是怎樣 世世方方的 這個有聖經的意思 聖經的意思是在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看一下 启示錄的22章16節 启示錄22章16節 16節 启示錄 耶穌拆遣 我的使者 為眾教會 將這些事 向你們證明 我是 對不起 我好像寫錯了 不好意思 應該是 21章16節 21章16節 城市 四方的 長寬 一樣 這邊也告訴我們 將來的這個新的 耶路撒冷 就是 新婦 這個新婦是什麼 就是 末世的真教會 從東方興起的 末世真教會 然後這個 這個城 是四方的 是四方的 那 四方 有什麼含義嗎 四方的含義 就是說 我們的福音 要往 天下四方 去傳 將來 得救的人 也從 四面八方 神要從 四面八方 領回 祂的百姓 這個都有 聖經的根據 小弟就不再翻聖經了 所以 方舟 也預表著 將來的 這個 末 這個 新的 耶路撒冷 也是 預表著 我們的 現在的 真耶穌教會 然後第十點 就是說 在方舟裡面 萬物 都是 相親相愛 不是 只有 只有 人相親相愛 而已 跟動物 也相親相愛 因為 雖然動物 他有 獸性 但是 他 在 方舟裡面 不會去傷害人 也不會去吃小動物 那個野性的動物 也不會去吃這個 這個 吃草的動物 然後他們都很相安無事 那看一下以赛亞書的十一章 這個是做一個對證 不要說 小弟講而已 十一章的 第六節 財狼必與民羊 高同居 豹子與山羊高同窩 哨壯師子與牛肚 並肥促同群 小兒子要牽引他們 這邊也是在形容將來的新天新地 是一個 這樣的一個情形 就是說 今天 在教會裡面 我們就是 預表著將來 這個新天新 教會裡面就是 神的國 神的國就是在我們的內心裡面 神的國也代表了教會 所以我們在教會裡面 不管你有什麼野性 就像動物的野性一樣 我們進到這邊來 我們藉著聖經的真理 來祈禱我們 來教導我們 藉著祷告 來改變我們的錯誤的行為 我們可以慢慢的去改變我們的這些錯誤的行為 然後把我們從前不好的壞行為給改掉 把我們的壽性給改掉 讓我們真正可以成為 這個 這個 署裡面的一家人 野獸的個性拿掉就變成綿氧的個性 這樣我們才可以在這個教會裡面 相親相愛 才可以一同來建設 真耶穌教會 那11點 就是談到 方舟他有分三層 分三層 然後又是一間一間的罩 那 這個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 教會 要有一個制度 要有一個秩序 也要順 所以我們信徒呢 需要去順服 教會的一個制度 因為 教會如果沒有制度 就變成 大家 大家 大家會各自為政 所以今天 我們 總會 我們也是 有定出一些制度 要給我們 各地方的教會 去遵守 去遵行 如果我們今天不遵守 總會的一個規定 一個 一個 制度的話 我們就各自為政 各自為政的時候 可能 教會就會漸漸敗壞 漸漸走向世俗化 然後沒有一個約束力 然後最後呢 可能 就會跳出了這個方舟 所以 這個分一層一層 就是在告訴我們 要有一個秩序 所以在哥林多前書的14章40節 也告訴我們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著秩序行 所以教會裡面 我們職務會 教導我們怎麼做 我們信徒就配合 不要不順服 然後想說 你們講的我都不聽了 我做我的 你們做你們的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就不像是主內的一家人 然後 第十二 就是 進方舟的人 以後呢 當 洪水退了之後 當他們停在這 亞拉拉山的時候 門一打開 變成什麼 新的世界 我們看一下彼得後書的三章 彼得後書三章 十二節 彼得後書三章十二節到十三節 竊竊竊仰望神的日子來到 到那日 天被火燒 就融化了 有形子都要被 烈火融化 但我們照著他的應許 盼望新天新地 有意 居在其中 基督徒 我們知道神要來毀滅這個世界 所以呢 我們今天若進入方舟裡面 我們就可以 這個 得勝 這些 世界上的罪惡 我們可以被神 直接提到半空中 與神相會 不用在這個地面上 接受這個大火 的一個 那個 焚燒 那 這邊告訴我們 我們要盼望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 所以當 當 當時的人類跟所有的世界 全部都死 世界的人都死了 動物也死了 世界也被大水淹沒了 然後 當水退了之後 這個世界變成是一個 新的世界 新的世界 然後新的世界 當他們 打 把那個方舟的門一打開之後 走出來的時候 他們是 進入一個 新的世界 就是 預表的 進入的 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 也就是 將來 主耶穌 要帶領我們 要帶我們去 享受的那個 快樂 無比的天國 那 小弟最後 做一個見證 這個是一個 天主教的一個 學生 他18歲 然後在兩年前 他是在馬來 馬來西亞的一個 天主教學生 他兩年前 到我們教會來 木道 然後木道的時候 然後 他 他就 晚上 回去的時候 就做了一個夢 夢到什麼呢 他夢到說 天使 來帶他 去看 地獄跟天堂 然後他就 天使從天空下來的時候就帶著他 去看地獄 當他還沒有到地獄以前 他就已經被那個烈火 熱到他就覺得快受不了了 然後聽到的聲音呢 就覺得很難聽 大家都在裡面尖叫 哀哭 然後甚至 慘不忍睹的狀況都有 所以當他看到那一幕的時候 他就問天使說 天使 在這個裡面的人 都是誰 這個是真實的見證 那我只是轉述 但是沒有什麼 如果有得罪其他教會的話 大家 不要 在意 因為這個是 我實際講出來 你們信不信 有你 就是說 天使跟他講什麼呢 他說 這裡面的人 都是天主教跟一般的基督教派的人 哇 他嚇一跳 我也是天主教的 怎麼 天使跟他這樣子講 所以他覺得 很戰兢 然後呢 天使又說 我們帶你 我去帶你去看天國 然後他就到了天國的門口的時候 然後 遠遠就可以看到裡面 有很多人 很快樂的 在天國裡面 快樂的 唱歌快樂的遊玩 就是很幸福很快樂的一幕 但是他沒有進去 他只是可以 稍微看到而已 他就問說 天使啊 這裡面的人是誰 天使竟然跟他說 這裡面的人 都是 有用心追求信仰的 真耶穌教會的信徒 小弟聽到這個見證 非常震驚 天使 去指示 一個 還沒有信 還沒有信 耶穌 他只是一個 天主教的信徒 他只是來我們教會 悟道 但是 天使就 就給他看到這個意向 告訴他說 你要進入真耶穌教會 那我只聽到這邊而已 後來他來信了 每小弟也 沒有辦法去追 這是我們 在馬來西亞的一個傳道 他講出來的一個見證 所以小弟覺得說 這個見證 是給我們一個很大的一個警惕 讓我們知道說 感謝神的 我們今天在真耶穌教會裡面 但是天使得特別強調 要真的有用心追求 才可以進去 那些沒有用心追求的 能不能進去 未知數 所以呢 趁著 這段疫情期間 期待啊 我們個人 可以在家裡面 真的建立一個 靈修的生活 多一點時間 禱告 多一點時間 讀經 查考 查考聖經的真理 甚至 用一點時間 到網路上 去看 我們其他世界各國的傳道 他們所傳出來的 這些屬靈的信息 小弟因為最近 很常有時間 這樣子去 聽聽說 發現 很多道理都可以 在自己的腦海當中 去回蕩 因為很多 是我們 台灣這邊 聽不到的 藉著網路 可以聽到很多 世界各國的 一些見證 也讓小弟造就不少 提供給大家 互相 來參考 可以來做一個思考 讓我們藉著 這段疫情期間 關在家裡面的時間 可以好好的 領修自己 再做一個 充分的準備 預備將來 為神做更多的 勝功 我們今天下午 互相勉勵到此 我們一起來唱詩